第三劑疫苗的接種率 我們不比全臺 就光臺北榮種的部分 但日進萬名的門診病人 就近三分之一的人 沒有施打第三劑 小孩跟工作太忙了 最近比較忙 你打第一劑 第一劑 第一劑 給我太累了 疫情升溫 再怎麼沒空 都把時間炸出來 年長者第三劑 尤其重要 正因重症比例相對高 目前國內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五六 是輕症跟無症狀 中症率百分之零點四一 重症死亡率百分之零點零三 十五號新增十例中症患者 其中六位沒有完整接種疫苗 怎麼樣吹施打率 除了中央跟地方的獎勵金補助之外 臺北榮種更做到入院健保過卡時的 主動提醒 紅框亮起就是沒完整接種 工作人員主動口頭關心 尤其對於第三劑 被施打的年長者更會積極勸說 提醒自己啊 對你來說是有用的 有有有有有幫助啊 對啊 因為可能現在人會很忙碌 然後一忙也就忘了自己 什麼時候接種疫苗嘛 就是有這個措施 是一件好事啦 甚至就以前一個禮拜 臺北榮總還會先寄簡訊提醒 精進流程安排病人一件 看診兼打疫苗 根據他的病人病史以後 鼓勵再次接種保護疫苗 那所以我們目前發現有逐漸 開始增加的趨勢 截至四月十三號本土家境外 共有一千六百零四位兒童 青少年染疫 其中沒有任何中重症 因此在這一波流行當中 各界深深催年長者第三劑 醫師與病患建立的良好 醫病關係也成了一波助力 三十七五七五七五 臺北報導 碳商忙著招攬客人 另一頭的攤販雙手沒停過 趕緊將水果裝袋出貨 民眾喜歡到批發市場 親自挑選購買蔬果 但本土確診數持續往上飆 就怕批發市場風攤 會影響糧食的供應鏈 確認三一警戒批發市場 只要確診 就要採取最嚴格的 舊工格式匡列 但現在防疫改變 只要單一確診攤商 自己清銷作業 其他攤商則正常營運 批發市場攤位之間距離緊密 當時才會採酒工格置封鎖 農委會考量疫情影響程度 批發市場攤位有確診者完成清銷 非密切接觸者快篩陰性 就能繼續開店 才能重新恢復營業 生命比較重要 去年疫情緊張 市場亦有攤商確診 臨近的攤位都要拉起封鎖線 封攤三天 不只攤商生計受影響 民眾憂心買不到 不方便 因為我們要的東西買不到 自擔心這樣 所以不要瘋 拿一個點有問題 就那個點管制就好了 不要像大陸這樣瘋 瘋大家都餓死了 因為要做生意 要養家糊口 物價持續上漲 又碰上疫情攪局 能怎麼和病毒共存 也要兼顧民生經濟 三月順 許教委張祁雲 台北 採訪報導